今天来一个人家里收东西 有个天体实一点 边道看着这个地方有个裂纹感觉 声音也不是特别完美 这一堆都是 这几个可能我会买回去 这些应该可以买 天地龙 天龙的挑了点小钱 虽然这个都不值钱的小东西 挑掉还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小用针 一个前举的用针 一个8全50的厚板 还有一个就是挑了几个水坑的 那边有两个坏的 应该也会带着 这还有个天龙 都很金的 这也是顺制 还有这个万利 这个要200多万钱 我应该也会买平安好 这个顺制可以 还有一个前龙 还有一个八四八纹 大了一个75分 今天的一些小东西 看一看 看能不能收一点 和去看一个小镜子 500米 这个镜子 其他人要再看一看 这是水坑的 这个 放进这 正宗水坑的 嗯 哎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全部搞定了 最后买这么一包 嗯 行 对这个 还好啊 我已经从那边回来了 今天收了点 小钱币 嗯 一个雍正是一个 偶钱举的 哎呀 品价有点太差了啊 他说200多块钱 我就免为其难的给他收了 好歹也能配个五滴钱吧 黄亮的还是 前龙大样漂亮啊 前龙大样漂亮 然后这个顺制也很牛逼 顺制也很牛逼 关键是精度高 这个钱的精度太高了 然后这个小顺制 他当时给我算多少 80块钱吗 有100块钱 忘了 这个雍正也比较好啊 所以雍正也是个天花板的东西 哎呀 帮我捡起来 我捡过来 给爸爸 嗯 买给我 嗯 还给我 嗯 这个雍正也买的比较贵 这个买的也是比较贵的 你看看这个雍正 白桶的雍正 然后 有点白桶的感觉 然后你看这个字口 背面这个字口 非常非常犀利啊 大只大满屋 这个是顶级东西 啊 就钱就很漂亮 好看的钱 那就是很漂亮的啊 可以看这个前龙 嗯 这前龙也是很精美的 大只大满屋啊 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我五十块钱买的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五十买的 大只大满屋 这个钱呢 有点太精了 这个字 觉得挺精的 我就把它买了 一个圆 一个圈 这个小康熙也很漂亮啊 也很漂亮 嗯 长得也很美 我本来以为有两个点通啊 双点通 然后这个是个顺制 嗯 这还有个小康熙 这个是花了三十吧 28家的一个三十的东西 但状态很好 这个万利买的比较贵啊 卖万利买了好几百 这个比较贵 但这个万利的状态是真的还是很牛的 确实牛 一本万利 你先买了 然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大全五十 有仪范啊 你看这个文字是不是长得不一样了 对 感觉像大全四十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是个大小五十的一个泥饭的钱 纸边可沾粒的啊 纸边可沾粒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泥饭的钱 很漂亮很漂亮 这边也太厚了 知道吧 这个东西还是能卖点钱呢 这是一个白桶的小大定 哇 状态也很好 基本上买的都是一些 自己感觉还是品样不错的 最好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定平一百啊 定平一百 你看这定平一百的这个状态 定平一百 这个钱太牛了啊 上面两个字叫定平 然后一百 定平一百 看到这个文字感觉没有 这个定平一百 就是这个平下的啊 玩了这么点点 我是真的第一次看见 这字口一笔一画的定平一百 啊 还有这个直白五中也很漂亮 我这边就在宾馆里面拍的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辅助的这个光源 就很漂亮 然后这个防粮的顺质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啊 基本上是防粮的味道都在 但是文字之口都很好 啊 确实好的东西 就是这一堆啊 今天买的还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小的水坑的五珠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刚刚开始晚一点的小转 再开的小箭头 包括这个也是啊 就是今天的一个收获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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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